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能使小一些的牌章获得赢敦 这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飞章 我们看第一种简单飞牌 名手有A困 而订阅人手中并没有K 看来名手只有A能够赢敦 可是只要条件具备 A和困都能赢敦 我们看左边图的例一 如果订阅人从手中出2 那么名手的困便能拿到一吨 以后A又可以再拿一吨 这样打法叫飞章 也就是说名手出2的时候他出6 那么北加就出困 如果他出K北加出A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叫顺飞 A 那么我们看例二 这个牌 排例 那么如果希望名手的K拿到一吨 必须订阅人是从咱家手上出小牌 如果西加不打A 他出困的话 他就出K 那么出A他就放小 那么这个时候北加的K 就能拿到一吨 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飞章是否成功 取决于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为这有力 如果前例的K和后列A在东手 也说这个K跑到东家去了 这个A跑到东家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飞章就要失败 第二必须持有大牌的敌方 比自己先出牌 如果以上二例是名手先出牌 而西后出牌 那么结果也必然失败 二双飞 如果大牌有两张在外面 飞一次不能解决问题 还要再飞第二次 我们称之为双飞 第三我们看下图 这个例中如果想要三尊全德 必须从定阅人手上出牌 那么手上出二 如果东家出八 那么北家就放十 那么赢得这吨 用其他的进手再出三 如果他出钩再出困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三吨就全德了 例四请开下图 A在敌方手中 要想三吨全德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应该怎样才能得到两吨呢 定阅人也要从自己手中出牌 只要西不下A 名手就放大牌 然后定阅人 再设法用其他花色回首 再从手中出小牌 再进行飞一次 这样便可以拿到两吨了 例如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 男家拿的四三二 北家A 借个十 西家K96 东家困875 K困都在敌方手中 要想拿到两吨 也就是说 必须从定阅人手中出牌 名手先出 从定阅人手中出二 那么西家出六 名手就出十 那么东家的困 拿住了 那么我们吃一旦吃尽敌方的回宫以后 再从定阅人男家这出三 他放九 我放钩 那么这样呢 我们西家K就被捉住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拿到两吨 第三 反飞 我们看例五 请看下图 那么这个图呢 北家拿的A95 男家拿的困43 西家拿的Jack876 东家拿的King12 那么本例中 定阅人如想取得两吨 应该先打掉A 再出小牌 回首 只要K在东家 那么你的困便能拿到一吨 这种打法和上述顺飞的方向相反 也许有读者会 假如K在C手怎么办 那可没有办法 因为位置对你不利 任何打法你也只能拿到一吨 那么初学者 每每喜欢从手中出困 希望这张能拿到一吨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C如果有K 他必用K来干 除非C是一个不会玩小牌的人 你便只有一张A好赢 如果K在东手 你的困也绝无幸存之理 所以这个牌呢 一定要从北家出牌 那么如果K在东家的话 你的困也能拿到 那么吃到两吨是可以的 那王力七 请看下图 北家拿的A95 男家拿着困借客3 现在我们将定约人的手中增加了一个借客 如上图 假如定约者急需在这门花色上 马上一连拿到两吨 现在定约者应该从手上出困了 如果C用K来盖 名手的A拿后 手中的借客又立刻拿一吨 这次你所以应该出困 是因为困下面还有一张与困相连的牌 借客和困是相连的 而在潜力中 你的困下面只有一个小四 例八 我们看这个图 北家拿着K75 男家拿着困石3 C是A96 东是借客842 定约人若想在这门花色上拿到两吨 他应该从手上出三 那么C家由于K在后边 他只能放小 北家出K赢得这吨了 那么东家管不上只能放一小 那么回头以后呢 北家出小五 他放小 你就放石飞过去 因为你就已经知道C家有A了 那么借客在他手上没有办法 如果借客在这个像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能拿到两吨了 四 铲飞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结构 北家拿着A92 男家拿着困借客3 C家呢 是K8765 东家是14 在这个结构中 如果通过简单的飞牌 或者直接让送 都可以得到两吨牌 但是如果需要三个银吨 必须从南家出困 北家如果盖K 你A拿 然后呢出小牌 希望把双张石打下来 那么在飞牌过程中 将东家的石产下 让更小的九得到银吨 这就是产飞 这就是产飞 我们看看 这个结构中啊 南出啊 你北家男的A187 南家困9654 你们是九吨牌 外头呢 只有四张牌 那么南出困 如果把他的单张 东家的单张借客产下来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五吨牌了 那么而在这个结构中 你们是44的啊 北家A832啊 南家是困借客54 那么南家出困 如果产下东家的双张十九 你也能拿到四吨牌啊 那么这个啊 这个结构 北家拿着A困32啊 南家拿着借客854 那么南家出钩啊 产下东张东家的啊 双张十九 那么也可以拿到四吨牌 因为出钩的话 他放小 你放个小啊 他把九产下来了 接着放小 再放小困 就把十产下来了 如果一敲A 把K给击落了 那么四吨牌全得到 五 降之飞牌 降之飞牌是庄家通过降牌啊 辅助增加盈吨的飞牌打法 其典型形态是联手的双方 有一家在飞牌花色中是连张的大牌 而另外一家是缺门 我们看看 第九 我们看这个图 那么北家拿着啊 K捆Jek17啊 南家在这个花色中是缺门 其他的牌我们要展现啊 那么打无将令约 北家出大牌Kin啊 在东家持有A时啊 那么庄家在东家持有A时啊 庄家都可以在失去一次出牌权时的同时 将北家的次级大牌 捆Jek17升值为盈吨 当然这个A 不管是东家西家都是一样了 那么如果是打有降定约 南家这个是缺门 其他是有降牌的时候 北家出K 如果东家拿着A的话 他不下A 你就放其他的牌 电牌贴过啊 那么拿到一吨 如果放A 你可以降吃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敌人的这个A 把它给他打下来啊 所以他就是这个花色呢 就输不了吨了啊 那么历史啊 那么这个结构中啊 北家拿着KJek10啊 那么南家在这个花色中是缺门 那么只要东家持有A或困任一张大牌 那么南家在有降牌的时候 那么南家在有降牌的时候 由北家出啊 任一张 如果出石啊 他不干 你就放小飞过去啊 不管敌人出什么 那么这样的牌呢 我们都可以使他的石升级啊 将名手的刺激大牌升级为盈吨啊 这是采用双飞的方法 降之双飞的方法 我们历史一 我们看看这个图啊 北家拿着A困Gek 南家拿着2 如果庄家判断这个K是在东家的 那么南出2 北用A吃啊 再接着出困 庄家在东家盖K就南家降吃 东家不盖K 南家就垫一个副牌放过 将北家的刺激大牌 就可以升为盈吨 历史二 我们看看这个图 北家拿着AK借克10 南家拿着52 那么如果庄家判断困是在东家 南先出啊 先后先出5 这边用A 然后呢 这边K出2 然后出借克 东家盖K 南家就降吃 东家不盖K 南家就可以贴张副牌放过 将北家的刺激大牌 升值为盈吨 降吃飞牌 六 飞牌的应用 飞牌是庄家打牌过程中 常用的手段 庄家在打牌过程中 是否采用飞牌 应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做出决策 一 飞牌能够解决庄章计划中需要增加的赢吨 或者解决庄章计划中需要处理的输吨 第二 飞牌成功与否将依赖排张的位置因素 如果飞牌失败 对对庄章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三 对于防守方有控制能力的飞牌 如百项飞牌 双飞等 在防守方得到的控制权后 对作章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四 在多种飞牌方式出现在同一副牌中 或者飞牌以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完成定约时 所采用的飞牌打法是否是成功机会最大的打法 但打牌的时候是否采用飞牌要综合考虑这个资格因素 那么我们看看牌力一 那么庄家是男家 那么定约是五方块 那么西家呢手工红心小 我们看看如何来作庄呢 大家看一看这个牌 那么北家拿着黑心四三 红心AK困 方块K困八七 草花K困借克十 而男家拿着黑心K六四四三 红心五四方块 AJK十九三二 草花三张草花 那么五方块定约 手工红心小 那么当然大家打牌作庄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看一看有多少张银吨呢 我们看看红心有三个银吨 你的方块 现在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个银吨 三加六的九个 那么现在你直接能拿到的银吨是九个 那么我们的书吨呢 黑心可能是有两个书吨 当然西家有A的时候 西家没A只有一个书吨 那么我们的红心和方块没有书吨 草花一个 也就是说你可能是三个书吨 那么如果把三个书吨减少一个书吨 那么你这个牌就完成了定约 那么怎么来完成呢 那么完成的机会就是一个 你的草花A应该在西家 你草花A如果在东家的话 那么同时西家拿着黑桃A的话 这牌是永远打不成的 所以我们这样呢 第一张你红心A吃尽以后 那么我们如果判断最危险的情况下 是东家拿着草花A的话 那怎么办呢 你要拿草红心K带出去红刀4 再拿红心困 当然我们需要把降牌调光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我们回头再想一想 怎么做这张 第一张拿A吃 然后打一张降牌7 然后你的A吃 然后降牌2 你的8吃 如果是2的降 因为你64的 你64的如果是21就完成了 那么如果6430你再调一张黄 把王牌清光以后 你再出红桃K 红桃4 红桃困 你把草花2添了 添了 那么现在就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你出草花K的时候 东家如果有A盖上 你就降吃 那么降吃呢 你还让小匠回去 让同伴的草花困借客时 那么垫掉你的三个 梳桩就完事了 但是如果东没有拿着A草花 没有拿着草花A的话 那么你的草花K 你现在就可以垫一张黑心 那么如果西家拿着草花A的话 那么他即使拿着黑心A也没办法 因为K在你后头 那么回头呢 你名手进手了以后 那么草花的困借客时 能够垫到三个黑心 那么你只输一个草花2 加上一个 只输一张草花加上一个黑心 这个书顿就完成了定约 我们看看排第2 那么现在这个排呢 我们的北加拿着黑心的432 红桃的A困32 方块K困87 草花的87 南加拿着黑桃的A困借客5 红心是654 方块A借客19 草花A4 具体的点力呢 你的北加是拿着11个点 你的南加拿着是多少个点呢 16个 你们一共27个 敌人只有13个点 那么南加主打撒无将 手工草花K 你们做张钱怎么办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迎吨呢 那么现在大家看 黑桃是一个A迎吨 快速迎吨 红桃也有个A 两个了 方块有4个 这是6个了 加上一个草花 这是7个了 你需要还有额外的2个吨 那么敌人手工草花K 非常的厉害的手工 那么注意 第一张 你的北加出八 你的名手一定要放一张 为什么要放一张呢 这个机会很小 因为你4张敌人外边是一共9张草花 9张草花 万一手工草花这个人 他是7张呢 那么以后飞牌的时候 飞牌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 他进手以后回不出草花来 你就可以有机会 所以第一张 第二张你A拿住 拿住以后 大家想一想 我们如果飞红心的话 这关键不关键呀 因为你现在是7吨牌 你飞中红心 只能增加一个盈吨 那是不解渴的 那么只有飞中黑心K 就是黑心K在东家 你这副牌才能打成定约 所以大家明白这一点了 以后 那么第二张草花K 第二张草花被你A拿到以后 那么你立刻应该干什么呢 应该打方块A 这边方块7 打方块钩 方块K拿住 然后呢 飞一个黑心 打一个黑心2 如果它放小 你钩飞过 如果这张钩飞中了 那么回头以后 你再打方片10 那边K吃 再飞一个 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吃到 三吨黑桃 一吨红心 四个 再加四个方块 一个草花 三个黑桃 至少三个黑桃 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定约了 但是大家飞红心飞中了以后 黑心飞不中 这牌是打不成的 我们看看排例三 南家主打撒乌将 西家草花6的手工 东家出草K 名手用A吃住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来打牌呢 大家看一看 你们这副牌呢 北家拿着黑心的三张小 红心十四三二 方块Aking Quinn 草花Jek十九 十个点 南家拿着黑心的AQuinJek十 红心的KQuinJek 方块四三二 草花A三二 那么南家呢 是拿着十七个点 北家十个点二七 三五将很正常 我们现在呢 看看数数迎吨 那么草花现在一个迎吨了 由于它第一张草花你盖的钩 那么他说K你吃了 那么草花再送一张 草花有两个 方块三个 这是五个 那么一个黑心是六个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看这个牌 需要三吨 你黑心要飞中了可以 那么你飞不中 你只能吃到三个黑心 三个方块 两个草花 这牌打不成 所以这牌一定要需要 你要拿红心 所以黑心的手 黑心飞中 不是重要的 我们要拿红心 反过来 你如果现在大家看一看 我草花有两个方块 三个是五个 我打红心的话 我不管红心A送出去以后 我红心总能够吃到三个 就是两个三个三个八个 加一个黑心A 我九个负牌 不管我的黑心K吃住 是否飞住 我都能拿到 我完成订阅的九吨牌 所以你第一吨草花A吃住以后 你第二吨牌应该出的是红心K 都注意别把石垫了 一定要垫小 敌人吃不吃这张牌 不重要 他吃住了 那么他回草花 那么你还有你的十九 可以防住他的另外一个困 所以注意 那么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英吨 足够的过手 就是桥方块三个桥 那么你把红心拿住以后 那么到最后 你的方块过桥 把那石吃了以后 黑心就不飞了 我们只要吃两个草花 三个方块 三个红心 加一个黑心A 我们就完成订阅了 我们看看这个全手牌 是这样子的 那么否则的话 大家看 如果你第一张草花一吃到 你要说打方块过去A吃 你飞黑心 那么黑心K就被吃住了 那么吃住了以后 他还有A 他带了一顶 带打草花 困得把你打下来 带打草花 然后你就吃住了 那么你的 盈顿不够 黑心A 红心A 失手了以后 人家可以吃你什么呢 可以吃你三页草花 一页红心 加一页黑心 你就顶着当了 但是反过来 你先打 红心K的话 这个牌 他永远打不当你 今天我们的课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